纳维亚,我发现很多人都对他抱有偏见 主要的原因就是上线时 全网络地吹纳维亚打出的大数字有多么的给力 他的异技能伤害甚至能匹敌雷神的无响的一刀 试用的伤害也确实很可怕 实际上自己上手一练 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数字是很好看 但是两发一打完之后略显疲软 虽然他有一定的缺点 但也无法撼动他灵命真神的地位 堪称平民之忧 那么这次复刻 很多绝C的兄弟也急了 到底值不值得抽一只玩味呢 咱不看强度 就凭着反方向的风 含金量就已经拉满了 七七正着锤 纳维亚反着锤 这也就意味着 你有了纳维亚就能把七七吹跑 开个玩笑啊 只要你的纳维亚使用合理的配队 搭配差不多的武器圣经物 熟练地掌握输出手法 领命强度绝对可圈可点 首先一般的角色 二名里都有核心机制 或多或少都对伤害 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可纳维亚却没有 一命让大招循环起来更容易 二名给了点微乎其微的附加伤害 顺带给了一技能36%的暴击 减少了圣经物对暴击词条的需求 整体来看 只要你合理地搭配圣经物和武器 二名其实对于伤害 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几乎约等于零 如果你非要抽一只玩玩 零命绝对够用 要么零命 要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们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